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台北新闻 我是蔡小军 暑假去哪里玩好呢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 响应绿色旅游 鼓励民众搭乘台湾好行 北投竹子湖县小酒公车 推出了5款99元的好行超纸套票 除了可以搭乘好行 北投竹子湖县一日游外 还可以兑换价值超过300元的商品 邀请民众一起来趟北投放竹小旅行 放竹小旅行 上车就出发 Go 台北市观光传播局去年首度推出 台湾好行北投竹子湖县优惠套票 一推出就造成抢购 今年又推出5款99元超纸套票 除了可以搭乘好行北投竹子湖县一日游 还可以兑换价值超过300元商品超级划算 熊在跟大家说这一次台湾好行北投竹子湖县的套票 今年推出了5款 那每款套票原价超过300元 现在只要99元的超级优惠的价格 套票内涵小酒公车一日券 以及北投竹子湖县家的好礼兑换券 第一波前三款就在这边了 第一波的前三款 还有这个给大家看一下前三款 有没有看到 来熊赞 再拿一个可以吗 这边给大家看清楚一点 耶 看到了 我们的前三款就在这边正式的亮相 即日起开始贩售哦 那么呢可以兑换像是我们北投普罗旺斯的硫磺砖 以及桶甘果酱 还有巧玉乐杏仁牛嘎糖 甚至可以到曹家好甜香兑换资料水果醋跟茶饮耶 那么刚刚我们的专闻有说 9月份有第二波哦 第二波是什么样的季节限定呢 赶快熊赞让大家来匹庞一下 看一下第二波的季节限定是什么呢 可以兑换我们北投阿珍人气 限量吐司族 还有可以到少帅禅员体验足汤 甚至要跟大家好好分享哦 这一次有超过20家的北投在地业者 只要凭我们套票的票根 就可以享有优惠折扣 真是超级物超所值呢 我想台北市的这个台湾小酒吧是台湾好行 从102年开始 我们就是强调旅游大自然跟温泉 那就去年推出的99元5款的套票造成这个轰动之外 所以我们继续跟在地北投地区超过20家的业者呢 持续今年会推出5款的新的套票 但是我们也采取新的这个行销策略 我们先推出三套 三套99块的套票 然后我们9月份呢 我们在季节限定 这样可以造成抢购 那我们今年呢 也特别跟这个电商平台来合作 除了跟我们的旅游 雄师旅游合作之外 我们可以跟我们的KK Day 还有我们的全家便利超商的柜台 可以来购买 这是我们今年所做的一个最大的改变 当然也有两个半日的这个套装游程 199跟399 有专业的导览 可以来导览这个 从阳明山啊 这个地勒谷啊 还有我们北投温泉会馆等等的 众多的古迹文化景点 当然这个 由北投到竹子湖 这个利用小九把这两个观光区能够串接在一起 那当然一定是会带动我们在地的一个 这个观光的一个活络起来 那当然这个非常感谢观传局 那常年去主办这样的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观光的一个活动 那当然我这边也顺便广告一下 就是说我们8月4号 我们还有一个女巫魔法节 会在我们北投这边盛大举开 的一个展开 那如果能够跟像这个 搭配观传局这个小九的一个巴士 能够把整个我们在地的一个 观光活动带动起来的话 那绝对一个是一个 非常可以期待的事情 为提供民众深度旅游体验 观光传播局更与雄狮旅游 合作推出走独北投与放竹花季 两条经典半日游城 包吃包玩包交通只要199元起 前500名在送北投温泉粉入预计 让民众在家也能享受北投名堂 哇这一次呢 我们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跟雄狮旅游来合作 推出现实际上的两款放竹小旅游的深度半日游 售价只要199元起 从我们新北投捷运站出发 不仅好吃好玩 还有专业的导游带你来解说 那甚至跟大家分享一下 前500位报名的 不管是参团的旅客 就可以获得我们北投知名的特产 白黄温泉粉入预计哦 那这个呢两条的游城 即日起开卖了 所以赶快到我们雄狮旅游的官网来报名了 五款套票贩售通路 首度结合电子商务平台 即日起可于KK Day 全家便利商店及雄狮旅游购买 限量1000份 售完为止 邀请民众一起来趟北投放逐小旅行 记者林喜会台北报道 2022台北传统市场节天下第一摊 今年共有28处市场141家摊商 报名角逐金赏荣耀 经过专业评审限定评选 选出了15名金赏奖得主 并由网络票选 选出一名鲁卫之王人气奖 由副市长黄珊珊亲自颁奖 在市府与传统市场的共同努力下 刺激买气 吸引了更多消费者 到传统市场来消费 2022台北传统市场节天下第一摊 今年共有28处市场 141家摊商 报名角逐金赏荣耀 分为鲁卫之王组 吃货组 上仙组 穿搭组 及寻宝组进行评选 最后共有15名金赏奖得主脱颖而出 由副市长黄珊珊亲自颁奖 其中鲁卫之王历尽一个月专业评选 由西宁市场 卫村烧辣店的台湾盐水机 信义市场保之灵水饺的鲁卫狮子头 及南门市场始料未及的冰糖蹄花 获得金赏荣耀 网路票选人气奖得主 为松江市场的蒸育卫味放生机 老板是第一次获得这个奖项吗 我2014 2020还有今年 已经第三次了 今年第三次 今年是盐水机 但是的话我们的机的话 就是说和别人不一样 因为我们机的话是限载 机又大 那个的话我们机不是做那个小小的 因为那个大的话 周数的话养的时间有够久 那个也不会太老 也不会太烂 因为我们这个的话 我几十年下来的话 到我们这里消费的话 库客的话 从来没有说 你那个机的话不好 因为就是说每一次的话 买上去买回去的话 他们都是说 这个都有信用 因为我们卖的层面相当广 有那个餐厅的 也有外汇的 那你要交出去的话的东西的话 你卖给零售的 或是说这些外汇的话 他们的东西的话 大家都很 现在的人吃的很少 大家都很挑食 那你东西不好的话 你不能不给他好的东西的话 他每一次就再见了 那不会说他你在汽水藏流 你东西再怎么评给他也不要 那我们是保姿林水饺 那因为我们是成熙 就是阿嬷以来 我们就是 我们做了一些像是 水饺类的产品 然后还有就是卤味 还有狮子头 对那我们有在做这个 玉饭团 我们总共非常的多 那我们这次参赛呢 是用卤味来做比赛 对然后尤其我们的这个古早的 这个卤肉 非常的好吃 对然后希望大家会很喜欢 因为我们会推出这个产品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吃水饺的时候 我们会搭配一些卤菜 对那所以这个 也是很沉蒙那个客人们的一个建议 所以有了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创新 那我们除此之外 我们的那个玉饭团呢 也是供应早餐的部分 因为可以让这些客人呢 有更多的选择 然后有美食的享受 哇麻辣鸭血 哇很棒的 他都已经是 已经期间做了一些这种料理真空包 他可以直接 直接回家吃的 真的要这样 所以有渡过那个难关 有 还在努力当中 对 还可以辣 哦香哦受不了 然后就一些冷冻的 冷冻包 所以他都已经真空包了 对 红油操手 对然后 回家一个人就可以料理 对啊对啊 他非常坚持 他的店家 全部都是原住民的东西 而且有自己的创意 都是以台湾的为止 台湾文化为止 非常的有特色 欢迎大家到华山 谢谢 哦还有扭蛋 还有扭蛋 对 这家我有看到 他太夸张了 很多 很多 你有看过很多很多的扭蛋吗 扭蛋专注 想要看扭蛋就在这边 就是小朋友要去找东西的话 大概去这边什么都有了 大人也有 这家我知道 我才就想说 哇成功市场怎么会有这么 有气质的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因为我女儿本身也是设计的 对你好 刚刚是模特儿 她都是帮我做这些小炮 里面一些小炮 她也是非常的好吃 我妈妈很爱吃 所以我没事就 其余那边就会去 买个一个礼拜 大概去买个五六个 妈妈放在冰箱 谢谢谢谢 她肚子饿她就会这样 副市长应该蛮常去南门市场的 对对对 妈妈还吃了粽子 然后那个火腿都在这里 没去也会派人去买 今年获得金赏奖的摊商商品相当多元 包含家常美食 甜点 粽子 精品百货 服饰配件等等 十足展现市场丰富的文化 副市长黄珊珊也到获奖摊位一一祝福 摊商们也把握机会请黄珊珊签名 并一起大合照 显示黄珊珊副市长的高人气 副市长说希望透过天下第一摊的评选与宣传 带动所有市场的买气 如果得到天下第一摊 大概就是我们台北市 要说摊商里面的佼佼者了 所以大家看到这个标示 以后就变成他们的一个品质保证 我刚刚还在跟他们商量说 你可不可以不要只在你的传统市场 你可以到我们另外 生意没有那么好的传统市场 帮我们带过去 然后也许可以把那边的生意再带动起来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就是我在这边得了天下第一摊 我可以在其他的传统市场 大家一起有共好共善 然后大家一起合作 让市场的生意更精进 因为像他们得了都是人气店 你不能只有人气店家好 我们希望这个市场整个因为你而更好 然后大家互相配合 这个市场的气就像南门市场一样 还有市东市场 他们有一家改好了 隔壁就开始改 改完全部都改得非常的漂亮 然后摊位摆盘摆得非常的有艺术气息 所以市民就非常愿意去 那南门跟市东就是我们两个标杆 那我们希望说这些天下第一摊 给带来更多好的循环 让他不是只有他生意好 他隔壁的生意也要好 那整个市场的生意都要好 那除了除了他们提出优惠 第二个我们还是希望摊商商品的品质要提升 第二个让市场的环境要变好 让民众还是喜欢去卖场 所以怎么样让大家进到传统市场来 我可能有冷气 我可能地上不能有湿搭搭 我可能要把这些垃圾的味道除掉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硬提好 我们现在市民进到我们 比如说进到我们有一些像那天去木炸市场 木炸市场连垃圾厂都没有味道 然后摊位里面干干净净 我觉得就是一个让年轻人或市民愿意进到传统市场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 所以现在我们在做的就是环境改好 摊商的习惯变好 让他干湿分离 然后让他走进来觉得非常的舒服 这一点要让大家先知道说 台北市努力在改善的是整个市场的环境 我们不是只是照顾他的生意 环境不好生意一定不会好 但是疫情结束之后天气这么热 大家最近就是不出门 这个可能就要用转型来改变 就怎么样让他们的东西可以 还是可以被消费者买回家 那现在我们有一些数位转型的帮助 所以现在我们就应该说台北市政府极尽所能 能够想的方法都想了 然后摊商也非常的努力 我们大家一起让大家愿意到传统市场 是一个最重要的目标 第二个就是我们不会被卖场跟超市淘汰的 就是我们浓浓的人情味 这两个关键的因素 加上我们的商品整理清洁干净卫生 我相信我们的竞争力绝对是超过 外面的这些相关的商店 就是有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 对我们会加油 一定要让市场好起来 真的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 给我们这次的机会 因为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大量的曝光 而且其实以现在疫情的期间 其实我们也是要凝聚大家的一些 市民的向心力 那透过这次的活动比赛 让大家知道说 我们其实是运用美食 其实也是可以增进我们的一些体力 然后让大家市民可以共襄胜举这个活动 提升传统市场的买气 台北市政府积极优化传统市场的经营环境 再加上摊商推出高品质的特色商品 双方共同打拼行销 希望在后疫情时代 吸引更多消费者到传统市场来消费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道 为了推广公用频道 台师大大传所与中家宽屏共同合作 开办了推广课程 由专业讲师说明媒体禁用观念 并传授手机拍片的技巧 让学员深入了解公用频道 学员们轮流上台分享影片作品 有的将自己创作歌曲拍成MV 并访谈创作过程 还有用影片介绍青田街日式古迹 台师大大传所与中家宽屏共同 合作开办课程 推广公用频道 并教导学员们如何用手机拍摄影片 以及影像构图与剪辑概念 能够从头到尾自己完成一部作品 学员们都觉得相当有成就感 因为我之前也有参加过类似的工坊 那我觉得这个工坊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它带我了解到就是公共频道的这个存在 因为我之前完全都不知道 有这个频道的存在 然后那时候有大概去电视上面浏览一下 然后就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棒的空间 就是可以开放给大家投稿 就是自己的作品这样 然后在课程中也学习到蛮多 就是一些剪辑上面的逻辑跟概念 我们这组的话是拍摄清田街 就是在师大后面的那一条街 然后因为会拍摄的原因是 那边的建筑都是日式 日制时代留下来的 所以它就具有一些日式风味 然后而且再往外还有天主教堂那些 那些就是会感觉到 诶 这边好像是一个小小的国际的概念 就是就是有日式的 然后也有天主教 然后也有清真寺那些的 然后就让我们觉得蛮有趣的 我们昨天是先学 学到了一个叫一个公用频道 然后可以给我们 可以给我们民众使用的 我们公民都使用它的权利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 包括我活着20年以来 我是第一次知道 哦 原来我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使用吗 所以在这样子学习 知道了之后我们的隔天 我们就亲自剪片 然后如果那个片省得过 我们就可以放到公用平台上面 这就是我们自己个人的一个曝光的机会 也是一个团体的曝光的机会 所以希望可以让它继续流程下去吧 因为我们队府主要是协助民众 然后去我们是协助技术的层面 帮他们就是包括剪辑影片啊 或者是把他们的一些想法 或者点子化成一个文字 然后文字可能做成旁白 然后让它变成影片的一个元素这样 然后这一次的风作坊 我觉得我们只是一个在旁边协助 我们是队府嘛 是一个在旁协助的角色 然后民众它是一个可以发想很多 它提供很多他们的可能生活经验 或他们的点子这样 所以我觉得队府跟民众一起去 把这个影片产生出来的各个过程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互相学习 然后让公用频道能够有更丰富的内容 或者是更多元的一些影片啊 或者是一些企划产生的一个很棒的经验这样子 最后民众遇到的问题就是他们对于影片的剪接不熟悉 就是他们可能不会使用剪接软体啊 或者是他们对于使用软体 剪接软体他们的一些术语 或者像是一些可能一些特效不太了解这样 所以我们最主要做的是我们可能告诉他们 这个影片的软体要怎么用 例如说这些功能是做什么用的 然后这样子的可能按这个按键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跑出来 大概是觉得是剪接这一块会比较有 民众会比较不了解 但是所以我们小队府的角色就是在一旁 因为我们也是广电专业科系 对我们就读广电专业科系 所以就是我们可以在旁边做一个协助他们剪接 引导他们剪接的这个角色这样 为期两天的课程除了传授影片拍摄剪辑技巧 还邀请专业讲师畅谈公用频道媒体禁用理念 并以世界咖啡馆行事 让学员透过经验分享及主题讨论 深入了解公用频道 其实这两天的一个工作坊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目的 其实就是让我们的这些学员 来了解所谓的一个公用频道的一个性质 一个意义 甚至是我们要就是借由这两天的一个讲习 让他们真的可以用手机去拍片 然后呢剪辑后制之后 让我们在第二天我们有所谓的一个影片分享 所以学员其实他们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坊 就是更了解我们的一个公用频道的一个价值 跟他们未来 其实是会利用这样子的一个公用频道 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一个所谓的想象 甚至是实物 甚至是一个梦想的一个实现空间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意义 就是在这边 在第一天的课程跟第二天的课程 第一天的课程其实是除了我们要讲解 所谓的公用频道跟公共电视 或者说公共的一些意义 不同的地方在在哪里之外 其实很重要其实就是所谓的世界咖啡馆 我们借由这样一个世界咖啡馆的一个相互的讨论 然后了解现在的大家对公用频道的一个意义 甚至是它的一个困难点 甚至是我们对公用频道有哪些想象 所以说有哪些期望 藉由这样子的一个互相讨论 可以让大家更了解一个公用频道 怎么样去运用 然后也让业者 甚至让我们的政府部门可以了解 就是在大家怎么样去及时广义 在整个未来的一个公用频道的一个运用 跟一个所谓的能够让它更多更多 更成为大众的一个频道 这是大概所在这边举办这工作旁的意义 第三频道公用频道 是由地方有线电视系统业者 免费提供给政府机关 学校团体和当地居民使用的频道 主要播放具有公益性 一文性和社交性内容 只要影片符合规范 人人都可以制作影片 透过电视播出和大家分享 也欢迎民众踊跃申请使用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 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警战署启动首波围棋12TN 全国同步打击诈欺专案行动 共计查获了诈欺集团408团 嫌犯1958人 羁押嫌犯144人 查扣现金不动产 车辆及金融账户等资产 总计扣案不法金额 高达上亿元成果封硕 手边当作放下警察 来手举起来 手举起来 有鉴于近年来诈欺集团猖獗 行政院整合相关机关 成立打诈国家队 启动首波为期12天 全国同步打击诈欺专案行动 总共查获诈欺集团408团 羁押144人 扣案不法金额高达1亿297万多元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特地到刑事局试查 除了感谢相关单位的努力 也宣示政府打诈决心 诈欺集团 诈骗对象 几乎是无所不在 我们看到从不适智的老先生老太太 到大学教授政务委员 到电影明星公众人物 甚至于学生 真的是穷凶极恶 非常令人痛心疾首 作坏非常寡 而利用诈骗所得炫富 逍遥 都是做这种毫无节制的 折米岗会 时代令人痛心疾首 因此 政府既保护国民 维护经济稳定 逞凶华恶 我们用尽心力 刚刚在自然会报上 我们对 层出不久的犯罪手法 特别成立新世代的打炸 这一个策略方案跟行动的跨部会主群 我们接入内政部 军管会 军管会 华务部 跨部会合作 我们看到 各部会用尽心力 都管所属大家 打出办法 尤其我们新任的 警政署长 华首长 是前的刑事警察局长 我们与局长 刚刚昨天交接 上任 我今天就特别来 要特别的激励 也要鼓励 也要感谢 我们成立新世代 跨部会 打炸策略 这个联盟 整个起来 我们短短12天 就破了400多件 遗送了2000多人 查扣了 不划所得 一一多 非常有显著效果 我要表示 肯定 很感谢 也鼓励 大家积极合作 面对层出不穷的分岁所往 绝不索乱 而且要自欣又欣 我刚刚批核并 增加十四 又要做这一方面 努力 也贴更多的 积聚 设备 人力 今天来管治 诈骗集团的嚣张 同时也鼓励 打蛇打头 对秦杰秦亡 对付华 组织 或者犯罪 结构 这些集团 这些 整个 走恶 以及 他的连线 或者变形 为其他公司等 都一定要 最到底 受联 打起重根 打诈行动扫荡重点 针对诈骗集团 借由第三方支付服务业者 及转账水房 隐匿不法账款 深入追查个案金流 以及集团共犯幕后金主 及操控之组织帮派 共查获设诈 及第三方支付之非法公司11家 犯险55人 并由法院裁定扣押达 7262万多元 展现政府扫黑帮 打诈期断金流的决心 记者林习惠 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跨领域创新协会 周末在台北大道城 码头广场 举办音乐公益活动 协会理事长蒋万安 到场出席 并以自己私藏的女力作品 作为公益竞标商品 全数竞标所得 捐赠做公益 当天有许多的公益团体出席 包含了毛小孩流浪中心 基督教立友中心 方舟协会等 为社会一同贡献心力 跨领域创新协会 周末在台北大道城码头广场 举办音乐公益活动 协会理事长蒋万安 到场出席 并以顾尚林老师的作品 作为公益竞标商品 我们就是叫Mavis 期价三千元 三二一 来 下单 我来看一下 我跟你们说 一分钟 这一分钟 欸 现在有舒婷五千 舒婷五千 谢谢 舒婷五千 张舒婷五千 REBA SHU REBA REBA SHU REBA SHU一贯 欸 我跟你讲这很厉害 欸 帮我加一下 不然我加一万五好了 虚听力一万五 欸 她连加一万五 不用理了 也太快了吧 虚听力一万五 虚听力一万五 来来来 Tracy Tracy Chen Tracy Chen两万 Tracy Chen 我觉得不是这个是意义的问题 我觉得是心意 哇 泰育三万 这个真的在 结束了 这么快 这么快 三万元 泰育得标 全数竞标所得捐赠做公益 当天有许多的公益团体出席 包含毛小孩流浪中心 基督教立友中心 方舟协会等等 为社会一同贡献心力 这是基督教立友中心 然后我们在中山跟大同区呢 就是做儿哨保护跟家庭的服务 那我们今天来这个地方做公益的宣导 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去看见 小朋友他在发展的过程里面呢 有他每个年龄层 他发展的一个阶段跟限制 那因为我们在服务 平常在服务一些个案家庭的时候 会发现说 家长有时候不了解小朋友的发展 那就给小朋友过高的要求 那觉得说 为什么你都做不到 为什么你都做不好 然后甚至用一些比较严厉 或是折打的方式 去管教小孩这样子 那其实我们希望大家可以了解说 他在成长过程 他的能力是慢慢的累积跟堆叠上去的 那或许我们可以给小朋友 多一点的宽容跟耐心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家长也可以回归到自己 我们也可以给自己更多的宽容跟耐心 周末时间的大道城码头 游客络绎不绝 不仅欣赏落日余晖 公益团体也趁机向民众宣导 一起为社会做更多 成为疫情时代下的正向力量 公民记者刘朝文 大同区采访报道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 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富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知名的指风车剧团最新作品 武松爱老虎首都在基勇演出 吸引了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 在国门广场关职 基勇市长林又昌表示 未来城际转运站与国门广场 二企工程等陆续完工后 将在这处漂亮的实案场域 举办更多的活动 让市民充分感受城市蜕变后 所带来的美好生活 在村民的鼓励下 武松三兄弟准备上锦阳钢寻找传说中的沙兰虎 这是指风车剧团改编知名故事的大型戏剧 首度在基隆上演 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 到国门广场现场观看 在基隆港边漂亮的水安环境下 欣赏戏剧 基隆市民直呼是很棒的艺术体验 这个办活动很棒 这个空间就是大家都可以来放松休闲的 然后又可以看节目 就很丰富了市民的生活 初期陪同民众一起看剧的金融市长 林又昌与立法人蔡世英等人也表示 未来包括城市转运站 及国门广场二期工程陆续完工后 从转运站出来将更为漂亮 谢谢大家到我们的国门广场来 现在国门广场弄得很漂亮 另外市长也借这个机会跟他报告一下 我们旁边的城市转运站 会在今年底之前完工 然后我们的国门广场就要拆掉 然后把国光客运搬到上面的转运站去 接下来我们还要进行国门广场的第二期的工程 所以未来我们金融市从转运站出来之后 会变得更漂亮 在各位的右手边就是我的左手边 我们目前未来一个重要的工程 就是东岸广场 感受全新的艺术体验 二 三 一 记者张旗腾 金融报导 在这里来看金融市立网球场 与附设篮球场的铺面修缮工程正式完成 特别规划了一个公开启用仪式 金融市长林又昌 感谢各单位的支持 呼吁大家一起来运动健身 3 2 1 请回拍 金融市长林又昌主持的这个启用典礼 跟在地贵宾们共同见证 包括金融市副市长林永发 立法委员蔡世英 议长代表杨文和 金融市体育会理事长郑锦舟 在地的议员包括市议员张之豪 于三发 陈归仲 林敏勋 陈怡 何淑平 请政代表 安乐区区长林金正 市议员参选人洪森友 吴化家等贵宾 齐聚一堂 共同祝福让金融更好 而这个启用典礼也是青少年 网球赛的开幕仪式 相关的体育设施改善 获得选手跟家长们的高度认同 加油 加油 以后当国际选手不要往前市 好 大家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我还是被移植 对对对 谢谢你们 谢谢 好 谢谢 以前因为潮湿容易生胎 所以也容易会滑倒 那在这次的一个工程里面呢 我们大概把这些缺失 跟过去我们的民众使用的时候 所反映的意见 我们在这次的工程里面 全部把它做了一个改善 我刚刚来的时候呢 也特别到厕所去看过 那这次厕所也把它做了一个处理 在之前也做了处理 那所以现在的厕所也变得非常的明亮通风 不错 怎么说呢 就还蛮干净的 整个网球场还有后面篮球场的铺面改善工程 那在市政府努力的这样的工程之下 我们看到今天正式的落成启用 那对我来讲我觉得蛮高兴的 就代表着我们过去 我们为基隆市民完成一件事情 让基隆市民的运动的地方 有个更好的场合 那旁边其实整个 他们的看台的部分 也有重新再重新改建 也要他有厕所的部分也都改建 让市民朋友在那边运动的时候 不会觉得很辛苦 首先呢要感谢教育处 教育处有关注在网球这项运动 那我跟张志豪议员呢 也一起协助教育处 来促成这间网球跟篮球场 重新铺设的一些施工 那这次的施工 主要是他的场地 还有他的场面 还有他的休息的地方 以及遮雨的地方 都重新整个大改建 那现在呢应该是我们 北北基最好的一个网球场地 长期打网球的基隆市 副市长林永发也呼吁 大家要多多来运动 保持运动的好习惯 可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也可以让小朋友 从小就有好视力 一个好的场地对运动的选手来讲 或是在这边打球的 他的安全性也会提高 那在各方面 他视野各方面 还有事实上大家一起来运动的 包括有看台区 那也可以有跟亲子的互动等等 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们今天就可以看到有很多小 基隆我们很多小朋友 现在就 小学 甚至小学之前 就开始打网球 这个风气非常兴盛 那我们希望把这个 从小就培养打球的兴趣 然后训练出我们好的选手 非常感谢市政府 在去年就已经把篮球场整修好了 那今年呢 更是把我们服务中心的屋顶防漏 已经做好 而且呢 在这个网球场跟篮球场上方的溜冰场 那现在正逢暑假期间 也欢迎我们家长 带着我们小朋友 可以一起来溜冰 打网球或是打篮球 尤其到户外 像打网球 在这种空旷的地方运动 然后大家可以把3C产品放在一边 然后在大自然底下 不管你是运动 流汗或是看大自然 我想对眼睛都是很好的 记者黄日生 金融市新任警察局长 由台南市警局副局长张树德接任 金融市长林佑昌指示四项重点工作 尤其面对年底九合一选举 期许新任局长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成绩 至于前局长刘耀青突然提前退休 立委蔡适应说 前局长有向他辞行 也肯定他对金融的付出 命令奉内政部111年7月20日 台内人字第111-03216-97号令核定 张树德调派贷金融市警察局局长 在金融市长林佑昌的布达下 新任警察局长张树德正式上任 课遵国家法令 尽忠职守 报效国家 不访会公堂 不滥用人员 不营私舞弊 不受受费落 无违誓言 愿受罪严厉之处罚 张树德中央警察大学 48期刑事警察 学习毕业 中正大学战略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硕士 憧憬30多年 有刑事专长 内外勤职务资历完整 市长林佑昌 期许新任局长 面对年底的九合一选举 要他在最短时间内交出成绩单 我们金融市的治安工作 有四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治安 第二个就是交通 另外就是毒品的打击 以及电玩的一个取缔 那另外最重要就是 今年年底的一个九合一的选举 那今年看起来 选举的一个竞争非常的激烈 所以我也要求 这个我们张局长 接下来就是这个选举的选务工作 不必要让他顺利 圆满的一个来完成 另外就是打击 以及查查汇选的一个工作 也是接下来这几个月 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工作之一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 维护整个选举的一个公平性 然后我对张局长的一个能力 也给予高度的一个期许 至于前局长刘耀卿 因为家庭因素申请退休 令外界震惊 立委蔡信证实 刘耀卿有来跟他辞行 根据我的了解 刘耀卿刘局长的提早的退休 那我其实也跟他聊过 那他确实也跟我提到 他真的是因为家庭的因素 所以我跟他聊完之后 我也觉得非常的不舍 那我想警政署 其实收到这个消息 也是有一点压抑 所以警政署后续也立刻的 做我们的行政作业 那跟基隆跟我们右上市长沟通之后 领选了我们台南市的副局长 来到我们基隆担任局长 那我相信新就任 新任其实在基隆过去这几年 留下了很多的汗马功劳 让大家也都觉得很肯定 那我还是对于刘局长 因为生涯规划提早退休 感到非常的不舍 新的局长来的时候 面对的第一个重要事情 当然就是九合一的选举 那他也是刑事出身的 刑事跟保安出身的 我相信他对于基隆市 在这次九合一选举的过程当中 负担的所谓的重责大任 我相信他是没有问题 尤其看到我们今天 地检署法院也都有来 其实大家有对他寄予厚望 那这个寄予厚望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过去在他所属的单位的背景 以及他的专业能力 事实上是得到许多人的肯定的 那我也相信 我们当局长就任之后 对于基隆市的治安 去年底的九合一 查查会选的工作 能够做到很好 能够让选举顺利的情形 新任警察局长交接 除了地方明代都出席之外 包括地检署等查查会选单位 都派代表出席 面对年底的九合一大选 基隆市检警调做好提前布局 要让年底的大选不能有任何闪失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而受到疫情的冲击 由基隆客运经营的往返幸福华城与七堵车站的R86线 搭车的人数大减 因此亏损严重 目前由基隆市公车支援部分的班次维持 因此对于地方希望再增班次 基隆市长林又昌坦言有难度 赞养客人的R86线公车 离开软软区公所 准备前往幸福华城社区 这条来往幸福华城社区 与七堵车站的客运路线 对社区居民相当重要 当地定祥里里长冯瑞之 因此在软软区基隆坊市座谈会上提案 希望R86能征班 对此基隆市长林又昌透露 R86亏损严重 目前由基隆市公车支援部分班次 勉强支撑住 因此施工车推行上下车刷卡 希望统计出民众在尖峰 尖峰时间的搭乘资讯 做更有效的路线规划与排班依据 其实就是想要做一个统计 也就是民众的使用的 尖峰的状况 然后我们来做 让那个班次能够做 更有效率的排班 要不然有时候车子 搭的人真的少的时候 对于公车处的路线规划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另外巴兰里程碧琴里长反映里面 有许多五排车 环保局前往查报废弃后 车辆机死离 没多久又开回来 宛如猫抓老鼠 牛昌要求环保局与警察局想办法解决 其实他是堪用 但是牌把他拔起来 我们贴拔了之后 他可能时间要到之前 他就把他开走 这个也许请关保局跟警察局再想一想 你们再回去演绎一下 针对这种状态 我们有没有进一步处置的一种做法 不然这就变成是有点钻漏洞 过港里长陈兴辞着感谢牛昌 推动过港路道路品质环境改善 不过原停车隔被涂销后 造成停车位影中不足 建议市府以旧废弃自来水宿舍 拆除活化空间为停车使用 过港那边就是没有再使用 已经破破烂烂 如果能多开梯的话 第一个也关 第二个也增加停车的吸取 我希望说我们在忙在做的时候 最少也要一起把停车场的位置 都用停车位置都弄出来 免得改善了马路 会产生另一个停车的问题 牛昌也透露了一项好消息 暖暖衔接瑞方的金融河畔自行车 到预计9月中旬完工启用 将提供民众更完善的骑程环境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而随着老人化及超高龄化的到来 失智镇长辈的人数预估也将跟着增加 金融市初孤就有5000人 罹患了失智症 而由金融市卫生局 长期照顾管理中心 主管的暖暖小站 失智社区服务据点 正式剪裁启用 完整了7个行政区 失智镇社区服务据点的 最后一块拼图 在老师带领下出席活动的贵宾们 一起陪同失智长辈和家属们 玩乐龄集球 训练激励 现场笑声连连 能够来这里上课 失智长辈和家属都觉得很好 第一个有所谓的 喘息的时间 再来就是说 爸爸会有这个所谓的 赋能的这个功能在 就是说很多 很多东西他会慢慢渐渐的遗忘 但是到最后 透过这个所谓的 赋能的一个活动 可以让他渐渐的 把那个功能又记得起来 对 家属来讲是有帮 我觉得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爸爸也可以看到 就是很明显的进步 大家会亲自来参加 暖暖小站的剪彩启用活动 几乎都是被失智长辈 亲自绘画的邀请函 感动到不行 拿着邀请函排除万难 一定要来为失智长辈及家属们 加油打气合影留念 我们那时候上礼拜 从这些两理事长那边 说到邀请函的时候 非常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整个邀请函 就是从里面 从外面的包装 到里面的平均跟空车 这个我说真的 我自己可能说做不了 那么好看的东西 我看到的时候非常非常开心 又多了一个专门失智距离 这个非常重要 现在非常多的家庭 因为失智的父母长辈 弄得全家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办 那真的也感谢卫生局这边 来这个地方 帮我们多了一个比较专业的专业 非常地美哦 就是一个花的 我们说到后去的话好漂亮 结果打开照 我们就看到一个下面写的 它的名字叫母美丽 我都来这里走起来看一看 如果有铃铛 有活动 我们的生活会更好 我们的头部会更清楚 所以大家一定要走出来 随着老年化及超高龄化到来 失智症长辈的人数 预估也将跟着增加 机动室出估就有5000人 罹患失智症 而由机动室卫生局 长期照顾管理中心主管 委托机动室热成社会福利协会管理的 暖暖区暖暖小站 失智社区服务据点 正式剪裁启用 照顾暖暖区的轻度及中度失智长辈 这也是七个行政区 失智症社区服务据点的 最后一块拼图 最主要是来帮助我们在社区里面 有一些被确诊的失智个案 或是你一世失智的长辈 都能够来到据点这样子 参加各样的活动 因为活动里面有包含一些认知的活动 包含一些体能的活动 最重要还有一点就是 让社区的长辈来到社区里面来参与 那这个参与呢 事实上是在延缓 它的失智跟失能的状态 所以我们真的是很期待在 今天很开心就是我们暖暖区 一直以来 我们一直希望来布建暖暖区 一个失智据点 那今天很开心 我们暖暖的这样子的一个 失智据点已经开幕了 所以呢 大家可以来社区的民众都可以多多来利用 那也在这边呼吁就是 我们社区里面如果说有一些 一世失智的个案 或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失智的帮助 都可以来找我们基隆市的共照中心 也就是我们的市立医院 它会来协助我们长辈 来帮助我们来做失智的确诊以外 然后帮我们做各样的资源的连结 这是我们在做失智据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在目前的医疗里面吃药其实是能够减缓 但是它不是全部 所以在美国跟英国 其实都已经在除了吃药 还配合像我们这样据点的一个活动的课程的设计 去做多元的刺激 这样子的话 它的那个失能的状况 认知症的问题 比较能够减缓 除了玩热林急球暖暖小站 也和左下角工作室合作 以老人换工活动的方式 邀请会制作四川泡菜的长辈专家 前来授课 教导大家学做四川泡菜 庆祝暖暖小站的启用 今天如果做完四川泡菜 大家觉得很好吃 下次我们教他 请他教我们做豆瓣鱼好不好 他是高手中的高手 不管是失智长辈还是家属 或是外籍看护等人 对于如何制作四川泡菜 大家都充满兴趣 跃跃欲试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我觉得那部动画很好 对对对 你的小女孩 对嘛 那是一个小偏使 没有可爱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与北流董事长黄韵玲 哼唱起经典卡通 小天使的主题曲 副市长黄珊珊 来到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欣赏吉普利动画大师 高田勋展 看到这部经典动画 小天使的场景画面 让他回忆起 童年的快乐时光 这边可以看到他们那时候去取景的时候 刚刚有看到 对他们就真的到那个地方 然后大家一起去 这真的是阿拉这个画的 对 对 年轻的高田勋 然后跟宫崎俊 高田勋 我们小时候他还一样的年轻 嗯 很了不起 他把真的 梦想世界 真的去做这件事情 还好有这个展 不晓得都不晓得有这样的故事 对 而且那时候可能 还不知道票房会怎样吗 全部都是靠着一股热血 都是先去 对 然后 然后当然也是他们的公司 支持他们出去看景 那当然整整个过程就是 那时候他 还没 对 那时候他还在东映的时期 东映 对 这档吉普利动画大师高田勋展 是日本在海外的第一站展出 带领民众深度认识高田勋导演 这一身最完整的动画作品 有珍贵的手稿与分镜构图 还可以看到许多快智人口的动画作品 小天使 萤火虫之木等经典画面 勾起许多民众的回忆 因为这个展览为什么会策划呢 所以主要是因为 其实高田勋 大家应该可能台湾人多数 可能不要认识吉普利跟宫崎聚 但是大家可能 想没有忘 可能会比较忽略 就是他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就吉普利工作室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高田勋 对 那他们在1985年的时候 就是高田勋 宫崎俊 还有一个叫林慕敏夫 他们三个人一起成立了吉普利工作室 然后所以他们三个人呢 就是他们这整个 这段期间创作出来的相关的一些动画 等于就是陪伴了多数人一起成长 然后甚至象征了一个日本动画的 近半世纪的发展 对 有一个非常象征性的一个地位 那因为高田勋导演他在2018年的时候因为肺癌也过世了 对那所以 东京近代美术馆跟吉普利工作室这两个单位呢 就为了缅怀他就等于帮他策划了一个展览 那这展览也有点算是他的生平的一个回顾展 等于从他的 一开始他还没组成吉普利工作室之前他是在东映 东映动画 对 从东映开始的时期他怎么样 踏上导演的这个录制录 然后怎么跟宫崎俊的合作 然后最后创作的哪些 就是他的生平做的哪些动画 然后最后 有名的像 《辉耀基物语》是他的最后的一个作品 整个中间的这段过程他怎么样把他的 就是他的所有相关的一些文献啊 资料啊 甚至想的一些分镜构图全部都做了一个展出 然后大概有2000多件的一个 资料在这边做呈现 对然后他的展览从2019年开始在日本巡回 对然后 台湾等于算是他海外的第一站 然后我们就选在北流这个地方 太棒了 北流才是得首选 然后到第三区开始就是他这个年代 他这个时期他开始在思考一件事就是说 因为他是日本人 对他是日本人 然后日本人来创作日本的动画到底是 什么样的意思 意义是什么 然后他可以把一些 他一样着重描写日常 但是他把他拉回来日本的故事 所以像我们大家比较知道的 《萤火虫之木》 就大概是这个时候的一个作品 对比如说在那个战争的时期 然后发生那样事情 然后可以给当时的年轻人什么样的感触 感触就是有不同的反思 像 对像比如说像萤火虫 一开始放在这个位置 下面 下面大家看起来很温馨 就是兄妹在 好像是萤火虫 但他上面有一台轰炸机 那就有人说那那个火到底是 战火还是萤火虫 这样 这样其实有这样的意义含在里面 重新认识吉普利 从他的动画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他非常细微的一些表现 还有分秒必争的整个动画的过程 非常非常的棒 我本身也在台北职业 不过真的没有那么多 规划的行程在这里 这一次我是在南部 由南部的朋友带领到台北 那我觉得非常开心 可以重新认识北流 我们是从高雄来的一个艺术团体 然后藉由这个流行音乐中心 我想有北流也有高流 然后让大家已经可以看到 艺术这件事情 并不是在一个艺术殿堂里面 它已经串流到每个生活的 细节 有人很喜欢看建筑 那建筑里面讲的是点线面 然后动画里面 尤其高电讯这个展 你从线条 然后再构成了整个的面向 加上色彩 我认为能够让北流 透过了音乐加上大家都知道 宫崎俊加上九十浪 我觉得北流放在这个展 他真的会让大家知道 说所有的艺术 并不是只是在一个美术馆 或者是说 在一个你们熟悉的殿堂 只要是一个展演艺术 很适合的空间 我任何一个民众 都可以去享受到 这个艺术的价值 这是我觉得 艺术就是生活 生活就是艺术 主要是因为 第一个这是北流 成立以后的 第一个大型的 外策展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很重要 也希望市民朋友 能够到这边来看 我们这边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不仅仅只是 大家听着听演唱会的地方 那其实还有非常多 可以策展的地方 那第二个就是这个 吉普利 我是会到日本去 山音 山音他们的物馆去看的 所以因为我小孩 小孩就喜欢看动画 那我自己也很喜欢看动画 尤其是 他们这家公司的 三大剧目的动画 都觉得是 应该对台湾来说 它都是经典 那今天的高电薰 也是看了会那个 让人 很感动的 几个 很有名的作品 我就觉得 看到这些东西 你会觉得 可以学到很多 可能我们从 动画里面 去学到的东西 可能比生活上 好 就觉得很有意义 所以 第一个先来 一定要来看一下 不然就要飞到日本 才有的看 这几年又不能出国 所以 能够来这边 我觉得非常的兴奋 我很希望大家有机会 能够到北流来看看 吉普利动画大师 高田勋展 是北流成立后的 第一档 国际级IP大展 动画迷们 不用飞到日本 来到南港的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 就可以尽情欣赏 主办单位 欢迎喜爱动画的朋友 一起来认识日本动画的 目前与幕后故事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 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 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 FM轻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街中 药行夫妻确诊死亡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 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我会ے尝试 我会给你 我会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